反送中 忽人群 恨東長香港 反送中 忽人權 行動撐香港 我們希望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的審查官 移民的審查官 可以用這個人權的審查 作為一個數據 一個非常有用的數據 可以讓打壓人權 或者是在香港 特別在香港去幫香港政府去打壓市民 打壓市民 言論自由還有席會的一些公務員還有警察 可以讓他們這個的 人權狀況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數據 如果他們是要來台灣 你希望總統怎麼回應你們的事情 對其實我們很希望就是 蔡總統當然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跟他直接去發表我們 這些內容的事情 所以也希望蔡總統可以在我們這個 內容可以 實際上去呈行出來 包括我們剛剛說的 在這個香港暗門關係法裡面 去把這個人權的審查可以加進去這個法令上面 那這個人權可以在 無論在台灣上 或是在香港上 也可以很有力的去爭取出來 同樣我們也可以 很希望就是台灣在人權 這個方面可以 跟我們香港的朋友一起爭取出做一份力這樣 台灣包括對於其他很多自由國家的一些公民來講 只要這個路過過境或是入境香港 甚至在香港的居留長期 必須要進去香港的這些朋友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安全上的風險 那這幾天其實也包括有這個德國外交部也開始提出提醒 如果未來這個 這個討伐條例修法通過的話 他們可能會 終止跟香港之間 約分有的這個引渡的條約 那這個是 我想這是影響很盛大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對台灣人而言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整度 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過去看到 其實像李明哲的Case已經發生了 那李明哲當時候還必須要從這個澳門到廣州 他進入到廣州之後台北 但是未來這個法案 如果通過之後 這個港府能夠直接在這個香港的機場 或者澳門的機場 就是直接 直接逮人 然後叫他們前送到中國去做搜索 所以這個其實是影響非常關鍵的一項 那其實也對香港的這個一國兩制體系 跟這個 原本他們所享有的部分的這個司法管轄權 其實是一大驚慨 所以我相信這對香港的政體而言 是一個非常大的安審查項 對香港人 這幾天有這個超過一百多個公立團體 大概有共同發行禮 但是沒有連署 那我們也提出我們的訴求 希望在未來的這個 香港一份官員 或是一些公務人員跟警察 要入境台灣的時候 可以不用再適用這個 這個港澳關係條例 而是應該是適用其他法律做相關的審查 那我們應該要拉高這樣的標準 做一些懲罰性的 對這些香港的施暴的警員 跟一些這個政府官員做一些懲罰性的措施 那甚至我們其實也發表聲明 也希望說台灣的這個 立法院在這個 臨時會開議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立法院能夠有一個相應的聲明 透過這個 透過立法院的決議去發表一份聲明 對香港的警告和關切 那我也希望這個 台灣的所有政治人物 能夠在未來這段時間 能夠更清楚的表態 對於香港一國兩制體系的運作狀態 做出明確的回應 對於港府昨天暴力驅散這個群眾 港府昨天暴力驅散的群眾 然後今天早上回覆二胡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對我想 港府現在態度非常明確 他們就是 無所不用其極 希望能夠通過這部法律 我相信這對習近平來講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步 因為這是剝奪香港司法管轄權的 最關鍵的一步 也就是說讓一國兩制 回到一國一制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 當然我們無法理解 為什麼北京政府這麼的急促 然後港府這麼的佩服 那 有一百多萬人上街之後 他們還是 就如此的強硬 不過看昨天晚上 確實有一個趨勢 是包括林鄭月娥出來講話之後 會令人有一種擔憂 因為 我們都知道過去的這個 中共的做法 在鎮壓之前 通常都是先對 運動定性 那 他們昨天晚上 林鄭月娥公開出來講話 就已經將這場行動定性為 所謂的這個 暴動 那 這時候我們就擔心 後續發展會 越來越壞 越來越壞 越來越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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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